又回到即場教導節有問必答的環節 我先介紹今次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財政娛經研究部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Rafi 你好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歡迎打電話 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先聽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裡有一位黃太 你好黃太 黃先生 你好 你好 我今天分了494 我們策略了34元 除了17元購買 是 但我早前被鎮出來15元通過 無論12元沒有購買 但我真的購買了一萬元 會輸成五萬元 嗯 那你是想 你是否想現在 看看是否希望可以再購買 報一報仇 是否打算 報仇 還是放回去昨天 我想見不見你 12元見不見13元買也好 嗯 購買了一萬元幾萬元 嗯 好 幫你看看 利豐的494 Rarfi 現價 先看看 是 跟著市場升了接近2% 是做15.06元的 這隻你又怎樣看 是的 如果你說利豐方面的話 的確 你說之前可能三十幾元購買 除了剩之後購買一半 就大概16、17元了 的確 你說是否好 叫做 好 不是那麼好 就叫之前抖出來 我自己這樣看 不是這樣看 的確來說不斷強調買賣股票 又做回指洩位置 或者肯定這位置 其實是一件好事 雖然你說後面看的 現在就要打上來了 那可能的確有一點心理上不舒服 但如果你說另一邊看 如果沒有打上來 繼續向下插的時候又怎樣算 所以某程度上我會覺得 指洩了 不要緊要 不是一個太過不開心的 或者太過錯的動作 所以問題就是 接下來 可不可以繼續捕捉 或者是甚麼價位後 盡量減低損失又好 或者真的好的 那可能掩蓋那個損失也好 那我會這樣看 利芳方面 始終不斷強調 為何說之前股價走得那麼弱 或者走得那麼差 就完全受累 外圍方面的影響 特別是它始終一個零售股 特別是國際性方面的零售股 或者這些 它或者獅子來說 完全都頗受歐債 甚至美國方面之前的一些問題 影響 特別是經濟衰退等因素 所以都會令到股價不斷震落 好幸好過完第三季之後 看到十月開始 慢慢當歐債有少少間不中 即是都叫舒緩 或者沒有做法律的跡象的時候 初步看回 另外一邊相 美國方面的 好幸好在逐步逐步看到 數據上面有少少改善 即是都見到 不是說大家自然預期回 真的追得那麼厲害 或者都可能見到 都叫做好聽些的 還叫做得救 所以某常常都會見到 令到利芳股價 慢慢慢慢走上來不少 我會覺得整個走勢這樣看 如果真的想捕捉 或者想收回什麼購買 其實你說是否真的 一定要等到十二三元才買呢 我覺得某常常又不是 因為你看到整個走勢 都畫了兩層線給王太太看 正正來說 你會見到 剛才所說的 今年一月開始 受著很多外圍因素不明朗之下 不斷地反覆走下去 落到這些價位之後 你會見到 拉這條環線的這條油 剛剛來說 在這個環區 就叫做打得比較久的底 特別是第三季的時間 當打完這麼留底之後 承住省外圍好一點之後 突破下降軌之外 亦都突破了華人區域 上來這一格 初步看回真的有點轉世現象 所以我覺得 只要接下來的外圍 繼續不會惡化的時候 其實現階段去考慮 都不是一個差的價位 我覺得 只要接下來都是肯定 跟之前一樣 定回止賺止息位置 其實問題不大 只不過來講 之前那一刻定 可能定得止息 偏離得買入價比較遠 首先變相 只要這次定回合理的價位 其實問題就不太大 如果你真的考慮的時候 我會覺得15元邊的 開始上斜 即現階段的水位左右 因為你也會見到 很明顯近期 急升完一輪之後 就是沒有再上升 但某程度上好就好在 也沒有再跌下去 就是這些價位 反覆復復著 即是在咬著 其實在等著 就是等著 什麼時候有明朗消息 令到股價繼續向上 或者大家繼續推高這個股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考慮的時候 在現階段 大概15元邊的位置 考慮 也不是差的選擇 反而下方或上方 是多少價位 如果看整個走勢 下方的話 我會定回 之前所說的環區域 類似頸線位置左右 大概14元 這位置 還指示位置 反而上方 我會覺得 如果你現在反覆覆不穿下去 其實有條件下一步看 可以看大概17至18元的價位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這一隻其實都可以去直播 因為我覺得外來方面 雖然你說 是不是這麼快就能解決得到 的確不是 但我都會覺得 慢慢 都會有些市場的憧憬 或者有些好消息 路路逐逐播放出來 令到市場的舒緩性 會加大 所以這些股份相關 都會少少的受惠 或者相對比較 現階段看 股價走勢 應該會比較平和 所以我覺得 你說考慮回 其實定這些價位 我相對都可以直播 這樣 好,謝謝你 Welphie 我想問一下 我問一下小姐 好 我想問一下 雲花姐 我試了這麼多 我也不理會了 有時候你說很難 譬如恆子 那幾天跌 他跌回你14元 很難報到12元 那我買了 他跌回你12元 我都不會再吃 走來走去 現在我有 心呢 即是15、16元 所以我現在 我12元 股回來 有15時 這麼多 現在就再股去賣 但你12元 賣完 你12、13元 怎麼看? 如果12、13元 如果有機會再賣入 不再反覆下來 跌回幾百點 當然會拖累494 又再下來 當然如果真的這樣做 不排除股價 真的要下12、13元 也不出奇 但到了這些價位 究竟那天是否值得買 或者讓大家夠不夠買 又是另一回事 因為始終來說 是否一碰到12、13元 就等於要馬上買 其實也不是 因為之前不斷說到 買股票不是碰到價位 或者相對去到某些價位 就叫馬上去走 或者追 因為都會害怕 是否一個假的跌破 或者假的突破 因為很多時候 是真的等於那些價位 稍微要存定 或者有少少要支持 或者看盤路來講 慢慢的買盤追入 才去考慮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等12、13元 不是不可以等 但我覺得不是說 一跌下去 就馬上考慮 甚至當跌下去 是可以幾個選擇 一的話 當然是等它 看到慢慢的買盤支持 是看到有少許承托的時候 才去追尾 好像剛才這樣說 二的話 可以到時依應市房 再配亂 究竟是甚麼因素 令到股份 或者突然大股市 跌下來 究竟是外圍因素 還是本土借因素 我認為是好 可以到時再打來 詢問當時市房 的變化性是怎樣 因為如果你這一刻 問到 是否一定去到那個價位 立即追 立即買 當然不可以這樣回答 因為我覺得 如果這樣回答 其實某場上 每一個市房 都一定會變化 因為這一刻 是否可以完全 判斷到股價是怎樣走 或者是否一定這樣到 其實不是一個絕對的事實 所以我也這樣建議 如果真的想等到十二三元 其實可以去等 或者給內線看 去到的時候 再問或判斷 到時的情況是怎樣 再考慮 再判斷 應不應該買入這樣 好 麻煩你 Rafy 也要多謝黃太的電話 好 我們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 依然有問答環節 要申報 Rafy 剛才廣告股份 有沒有判斷 沒有 謝謝你Rafy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繼續打電話 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 20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看到恆新指數這一刻 的升幅是有341點 做2020點 其指方面是升208點 暫時低水15點 做209點 看國企指數 暫時是升245點 做10931點 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看到內地三大指數 這一刻都有升幅 上證組合指數 正在升9點 做2513點 休息一會 待會再和您聊